要不要澄清一下 有什麼話要說嗎 面對鏡頭不發抑鬱 而是轉頭和親友第一聲討論 他是涉嫌收睇的流姓巡官 陸葉真訊後被依50萬交報 要不要澄清一下 會不會很擔心爸爸 流姓巡官女兒疑似是護膚店員工 同樣被帶回約談 訊後無保請回 台北市副議長葉林傳的現任林姓主任 以及前張姓主任 兩人都被帶回偵辦 檢方分別以犯罪嫌疑人和證人身份 訊問後認為市政上代釐清 預知兩人請回 色情業者陸續抵達 檢調大動作追查 發現共有7家色情業者涉案 共搜索70個地方 帶回36人訊問 檢警追查發現流姓巡官 在中山分局任職時 受到7家色情業者行賄 從2009年開始 每個月提供數萬到數十萬元 甚至還有三節禮金 來換取零檢情資 包含巡官的女兒 也在其中一間護膚店上班 而葉林傳的兩名主任 更疑似又入股 目前檢交單位不排除 流姓巡官只是白手套 恐怕還有更多員警涉入其中 警察流姓員警涉案情結重大 本局依法停止 並重研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 全案關鍵的王姓業者 訊厚被一四十萬交保 還有四七人以一到三十萬元 不等金額交保 七名員工請回 這波搜索牽扯到副議長主任 截稿前指定葉林傳無回應 目前檢方還未將葉林傳 列入調查對象 但持續擴大搜索到底有多少人 牽涉其中要一一查個明白 三零新聞林中線正常人 徐昌雲台北暢報道